运势生活各有千秋 世间万物皆有联系 浅薄的人相信运气或禁欲 坚强的人相信起因和结果 我们心情的反复无常 比运气的反复无常还要来得古怪和不可理喻 当运气向你微笑时赶快拥抱它 所谓运气无非就是顺势而为 逆水行舟的逆天之举 自然很难受到命运女神的青睐 生肖猪生肖猪 10月16号开始 天魁吉星照耀 运势逆袭 吉星带来好运 虽运带走 生肖猪巨财能力强 他们财运亨通 中大奖发横财 好事不断 生肖猪福到财道 有菩萨保佑和贵人撑腰钱财滚滚 想不负都难 属猪的人在10月中旬创造奇迹 他们发挥自己的天赋 迎来偏财大运 身价提升 八方来洗日子 过得顺心起来 生肖羊 生肖羊 最近总是好运连连 10月16号开始 他们生活开始富足起来 属猪的朋友 做事事半功倍 生肖猪对钱财敏锐 财运大吉 加上他们有很强的经济头脑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收获满意 生肖猪舞曲吉星照耀 他们在未来三个月偏财大望 大奖不停 横财如雨 生肖猪从此以后脱离人生困境 但是属猪的朋友不要总是急于求成 相信付出就有收获 生肖牛 属牛的人今年财运不错 10月16号开始 他们有升职的机会 收入逐步增长 生肖牛工作很辛苦 他们急得贵人庇佑 迎来百年一遇 横财大运 转运翻身 准备金山银山搬回家 生肖牛就是这样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他们不会有一夜暴富的心态 总是工作勤恳 踏实稳重 相信凭借着属牛朋友的爆发力 他们一定会富贵迎人 生肖猴属猴人 虽说这几年的运势不是很差 但因为一直有胸心环绕 所以财运表现得不太好 生活里也有不少的麻烦事出现 给生肖猴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不过贵人天才 16号后 马上有钱 红运如雨 钞票滚滚来 生肖猴的财运会连望不停 横财也会连发不停 生肖猴富贵八九不离时了 生肖基属基的人头脑聪明 很擅长结交朋友 身边贵人多多 在今年运势望上望 生活中喜事不断 事业上则将出现很多不错的学习机会 帮助属基人有更好的发展 未来能步步高升 贵人天才 16号后 马上有钱 红运如雨 钞票滚滚来 生肖基有财路不断 身价暴涨 金山银山进家门 生肖虎属虎人命理很旺 天生有大气韵 但是如果运势不佳 那么在生活中也很难富贵 很难发财 或许之前生肖虎就是因为运势不佳 所以吃了不少苦头 贵人天才 16号后 马上有钱 红运如雨 钞票滚滚来 生肖虎便可苦尽甘来 有横财入库 催忘了生肖虎的财库 今后日子越过越富裕